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与大家分享我们图书馆内与医药保健相关的中文馆场 高小安女士她的职责包括开发和推广中国馆场资料 然后她自己本身对于新加坡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且也曾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然后她自己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她积极帮助修读教育部中国同时课程的 初级学院学生了解中国资料 这一方面的中国馆场 以及协助学生们对中国同时相关课题的研究 那就让我们展身欢迎高小安女士 大家傍晚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我们的中文讲座 今天我的内容比较丰富 我会讲得快一点 2017年的时候 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 政府提出了与新加坡未来息息相关的三个重要的课题 其中之一就是对抗糖尿病 那么我们借此机会 今天配合政府对健康问题的呼吁 我们介绍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保健馆场 就是让大家了解医药保健馆场 走进这个馆场 把健康的知识传送给大家 那么首先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们国家图书馆它的馆场是从7楼到13楼 那么我们中文的开架馆场是在9楼 所以刚才这些资料 大家有时间去我们的9楼咨询 今天我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我会介绍与新加坡中医药历史相关的出版物 同时第二个我会介绍中医药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刚才找来的朋友们已经问了可以复印吗 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双语的参考书 第三我会分析当前新加坡糖尿病的形势 以及响应政府的号召 我们介绍对抗糖尿病的参考书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医药在新加坡的历史 它的历史是和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史息息相关的 那么新加坡开部后不久呢 从中国华南地区的移民 好像广东人福建人 还有这些客家人 他们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 他们到来新加坡的同时呢 也把他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呢 带到了新加坡 这包括对于中医药的一些认识和使用 那么很多资料呢都显示了 比如说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这个新加坡先贤 孙旺香写的这本书呢 他也有英文的书 还有欧罗伯呢在祖先的行业呢 都提到了早期的中药行 以及他们的生存 那么在1969年到1971年呢 当时的南洋大学历史系的 有位老师叫黄之莲 他后来去了香港 他带领了这批学生呢 进行了大量的华族社会历史调查 那这个他然后呢就产生了30份研究报告 这些研究报告后来还重版了 30份的研究报告 有两份是和中医药有关的 那么他这些报告呢 反映了当时呢 华族社会的一些 一些那个行业的生存现象 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呢 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有研究价值 这两本书呢 就是一个是新加坡的中医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新加坡华人中药行业史 那么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 在底下这边的 就是新加坡中医 底下可以咨询一下 那么在这个两份的研究报告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药材店的情况 在1965年 在中药工会会员登记的名单中呢 有196家药材店 那么其中呢 客家人的店面 有134家 所以呢 那在欧罗伯那本书呢 那在欧罗伯那本书呢 也讲到客家人早期来南洋呢 从事的行业 从事的行业最多呢 是开药材店 那么为什么呢 他们因为他们说是祖传的 家族就是这样的 这个族业 那客家人呢 开这个中药材店呢 姓何的最多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没有姓何的亲戚 开药材店 那么我们说了解历史呢 是为了更好的呢 认识现在 那么与新加坡中医药 历史相关的出版物呢 很多文献中都记载 最早的时候呢 是1901年7月2日 出版的新加坡医学报 那他文献记载都是这样说 但是他从来没有讲 他的出处在哪里 所以在座的大家 如果知道他在哪里呢 也请大家告诉我们 我们共同呢 填补我们这些 馆藏空白好吧 所以我就放在暂缺 那如果大家发现了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接着呢就是 在1929年的时候呢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呢 就成立了 这个是最早的 新加坡中医中药的 社团组织 他出版了24期的1月刊 那这个24期的在哪里呢 那么有一部分呢 是收在 我说大部分 很多华侨 华人呢 是从中国的华南地区来的 那有一部分这个书呢 是收在 广东和福建 那么为了给大家呢 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呢 在福建的朋友呢 就发过来这个 封面 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的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 出版的中华民国 20年 20年 也就是1931年的 也是没有搜权 一共24册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 它在哪里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那么到了1935年 中医中药联合会呢 就出版了 十期的一行 感谢呢 这个许云桥馆藏呢 使得我们呢 就是有了 这十册的 一行 这个呢 收在我们的善本 大家看 我们的善本馆藏 在30年代的时候 最早的这个 我刚才说了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呢 它也积极地举办各种讲座 宣传中医中药 那么这个是 南洋商报 1932年10月的报刊 它说呢 中医中药联合会 开医药问题演讲周 由黎宝盖跟王文青主讲 它的演题是 我国医学的金西关 你看它的题目 还很modern 我国医学的 这个什么数据库呢 刚才我事先给大家聊了 是我们的旧报网 newspaper SG 大家记一下 如果你想 等一会儿我再介绍 它里面包括 南洋商报和新周日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刚才说呢 是中医中药联合会 是最早的组织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叫 新加坡中医师工会 这个中医师工会 现在还存在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呢 讲这个呢 中医师工会呢 一定要讲一下 那吴瑞甫 他是厦门人 厦门过来的华侨呢 很多人都只知道 陈家庚 然后邱书园 这些 那么 记得 以前呢 大家知道 有一段时间呢 新加坡研究 那个南来作家 或者是南来画家 那么吴瑞甫呢 他在厦门 是非常有名的 怎么有名的话呢 他明年的时候 厦门政府就要出一本 吴瑞甫全集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这个南来中医师的 是哪一位呢 吴瑞甫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出版物 他为什么有名 因为他 他是厦门同安人 然后他十岁岁 他家是六代中医师家 他十岁就跟他父亲学医 32岁中区人 他在1923年的时候 主办了同安县制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主办同安县制 对研究同安和现在的厦门 都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这个出版物 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呢 他们厦门呢 把他当作名人啊 去历史人物啊 他行医 办学校 自编讲义 他的所有这些讲义 还是收在厦门 厦门的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他那个39年的时候啊 当时呢 厦门沦陷了 就是日本侵略过来了 他67岁啊 才逃难到新加坡 他呢 接着在同安会馆行医啊 因为他太厉害了 他行医 很多人找他 然后他呢 一样的 他就是倡导成立 中医师工会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同时在这些报刊 南央商报 周星日报 新州日报 开展宣传 中医中药 他晚年呢 大家都知道 他曾经任 中医师工会会长 并且呢 积极筹办 现在的新加坡中医学院 当时叫 新加坡国医专门学院 但是呢 我们说新加坡中医学院 1953年开始成立的 他不过他1952年就去世了 因为他来到新加坡 已经67岁了 所以研究厦门的名人 尤其是南来的中医师 这个吴瑞甫的出版物呢 明年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就是一岁 一岁呢 就是说吴瑞甫写的上下 我们都有 在我们的币价馆藏 1948年的时候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 出版特刊 大家看一下特刊 我们只首有第一期 创刊号只有第一期 1954年 新加坡中医师工会 就是吴瑞甫他们 一些老中医师创办的 就开始以普及中医药 以推广卫生保健知识为目的 出版了 医药与卫生这个杂志 这个在当时 你想现在 我们提倡保健 医药保健 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有 有前瞻的 然后呢 出版了这些杂志 办杂志 办教育 然后宣传这个中医中药 我们呢 收有第一创刊号 目前呢 也是在币价馆藏 到了61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来话藏 1954年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出了一件 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政府呢 宣布对中药入口征税 25% 大家懂经济学的知道 这一征税的话 你想是不是对这个行业 打击很大 这没有命了 你知道吗 这个做生意没法做了 这个税这么高 所以呢 怎么办呢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 他们想起来了 两地的中药界呢 就开始要团结起来 争取共同的利益 所以在61年的时候呢 在新加坡 叫新加坡中医师工会 在马来西亚 叫马来亚华人医药总会 他联合出版了 新马中医药学报 这个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因为新马的合作 因为华人 你知道吧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他们在中医药界 这个联手第一次 是因为这个事件 1954年 所以呢 我们收有这个创刊号 刚才我说了 开始之前呢 有同事就讲 很感兴趣这个旧报网 因为我们中文读者呢 用数据库的不太多 可能不清楚 大家如果说 我说我们有旧报网 你们会感兴趣吗 大家给我讲一下 或者举一下手 你们感兴趣 我们的旧报网吗 OK 我来解释一下 马来亚华人医药总会 今日在龙开成立大会 要求政府 对征税的事情 重新审查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叫NewsPaper SG 你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 或者找他网 我们翻译中华文 叫旧报网 那么它包括 已经数码化的南洋商报 是1923年到1983年的 正在数码化的 有一部分呢 是新州日报 因为它是可以检索的 我们也有所谓交绝 所以这个特别好使用 你在家就可以先用Google 它就会告诉你 你可以到我们的 多媒体电脑 你去我们图书馆 比如说你来到酒楼 有好多电脑 你搞不清楚怎么办 你问我们的 值班的人员 哪个是多媒体电脑 多媒体电脑 就可以查它的全文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刚才讲了 它的历史的出版物 大家如果知道 它们在哪里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就共同来填补 这个它的历史的文献的空白 好吧 然后呢 接下来一些出版物 中医师工会 你看哈 他就喜欢办教育 他中医专门学校 20周年 就是现在的新加坡 中医学院全身 OK 也是 你看 也是吴瑞福他们办的 现在65年了 30周年了呢 你可以看到 他第一届的同学录 以及中医学院历届 毕业生男女人数的统计 男女同 不一样的 50周年呢 内容又不一样 里面呢 有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各个时代呢 它的不同的 重大的事件的照片 这个问一下 大家在哪里找 记住来到酒楼 好吧 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 广照慧流医院 然后中华医院 还有同济医院 然后呢 有人发过来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呢 应该也很有兴趣 新加坡同济医院会考 20年代的时候 你要做医师 要考试的来 考试的考题是什么样的 你找到这本书就知道了 不过 我问了一下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图书馆主任 李金生先生 他说 这个封面 这个南洋作文部 这几个字 加上这个椰子树 本身呢 就非常有历史研究价值 他对研究当时的文具商 文具进口商 stationary 都是很重要的 你看这个 他不管他的内容 新加坡同济医院 考医路 对不对 这是20年代的 捐赠馆厂 刚才我说了 如果你知道 他们的下落在哪里呢 我们共同的努力呢 来填补我们的 这个历史馆厂的空白 那么李金龙大家 中医学院 来自中医学院都知道 去世以后 去世以后他的家属呢 就把他的馆厂呢 就是捐赠给我们 我当时曾经参与这个选择 他的作品呢 他的书呢 他很喜欢写文章的 大家知道他的笔名叫什么吗 李松 对了 你看他 有人就是高手在民间 底下很多人都知道 你看新加坡终于要发展 亚西安中医要发展 他曾经是 中医学院和中华医院的 前院长 他有108篇的讲稿 收录在里面 所以他是这个时代的 代表人物 接下来呢 捐赠馆厂呢 叫许英乔 刚才我说了 许英乔呢 是我们江苏人 大家知道吗 他江苏什么地方人 江苏无县 现在是属于无锡 他医生呢 从事南洋研究 南洋史研究 81年去世 他创办南洋学会 定期发展在南洋学报 他研究就全部是东南亚的 但是他到了晚年 贫困交加 然后疾病产生 他有很多种疾病 包括他眼睛也去开刀 舌癌 心脏也不好 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就把他的精力 全部集中在研究 传统医药 他研究传统医药和诗文 他整理这个跟 这个黎伯盖医师的 医学文栏 我有带来 看这个底下 看这个 这本啊 就是啊 他里面写 增著 他增著 他真的很有文采 他引经据典 评述这些 从此呢 他就有名了 在中医药界 他就被中医药界看中了 他也不研究 他的南洋史去了 然后呢 中医学术院研究院 特别请他 担任 名誉 永久名誉顾问 就是这本书 我有带来 你看他写 他去引经据 他手稿也在 里头也有 看里头是什么样的 糖尿病 这边是个糖尿病 他放了一个 许英乔案 他说 糖尿称消渴 为一线分泌减少 不能出尽体内葡萄糖汁 燃烧所致 到现在 这个是科学的知识 还是证明 是非常对的 你看他一个注解 他写了多少 你看他对这个植物 草药 写到 整本书 他写的比人家作者还多 这个是他的照片 大家知道哪一位是 许英乔吗 第几位 大家看 传统中医 中药 这位先生 许英乔看到吗 瘦瘦的 他晚年 刚才说 中医师工会 吴日福 在1934年的 实施感政论 他后来 这个在中国 还有这本书 他争著 他争著 他也有手稿 他争著以后 又有新的出版物 是79年出版的 那么他研究糖尿病 这个是他 他说他去泰国 泰国电台告诉他 毛草 毛瓜叶根 可以治糖尿病 然后他就写了很多 又是按照学名 又是什么阿拉伯名 他又写了一大堆 然后呢 从这上就能看出来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从过去到现在 都一直威胁着 人们的身体健康 那这样子也吸引着 无数的科学家 有知之士 去研究他 去探讨他 去试图解开糖尿病的奥秘 所以他那时做的东西 对我们今天现在 还是重复的在做 那么他 又去研究癌症去了 六五年出版的 他这个手稿是写的什么内容 他说全新加坡大学 校长拿督 李光潜博士 因患肝癌 遵照香港的专家 让他来上海求治 他说中医称癌是肿瘤 他说当时全国肿瘤病研讨大会 在上海举行 专家云集 他有中医 把这些人的名字全写下来了 西医这几个院长 肿瘤医院院长也写下来 北京中山上海 全部写下广州 福州 然后这些权威呢 给这个李光潜博士呢 会诊 那么 会诊以后呢 由这些人呢 开了这个药方 他对这个药方特别感兴趣 白花蛇 白花蛇 蛇草 看到吗 他对这个药方有很兴趣 他对研究癌症啊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是六五年初 他李光潜博士去上海 会诊呢 他是哪一年去世的 1967年6月 也就是说 两年半以后 他74岁 辞世的 他刚才说 他对中草药有研究 他对马来草药 马来的东西也有研究 这是他写的 马来本草词典 这个也是收藏在我们的B价管潮 我们还有他的 其他的 中药的手稿 包括他出席这个毕业 毕业 我都刚才说 因为他的争助 他的才华显露出来 深受中药界的重视 然后给他一个永久的投选 刚才呢 就是说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新加坡中药历史相关的出版物 我们了解历史呢 就是为了更好的呢 认识我们的现在 很多时候呢 很多情况都是 不断地重复 只是当时的情况不一样 接下来呢 中医药 工具书和参考书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2018年的新闻 五家公共医院提供针灸服务 目前中医药 在主流医院还只是针灸 对不对 说的没错吧 因为今天的新闻也继续地报道 只有针灸 它已经证实 它的安全性 可靠性 那么针灸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一大发明 在世界各地 很多国家呢 都已经立法承认针灸 所以它的接下来 很多新闻 2018年的 都是用针灸 比如说大便失禁呢 因为我们的老化 人口老化 手术创伤呢 都引起大便失禁 它用针灸来解决 这个科研也是的 研究 帕金森症 老年 人口老化 这个 可爱吧 九天前的新明日报 它就说 不光是人类使用针灸 我们的 就是动物 兽医 你看 它怎么用 它说呢 兽医 至于一个严重重伤 它无法移动 创新性的采用了 中医 你看可怜吗 都是扎针了 但是好消息就是 成功的让它情况 大为好转 所以针灸呢 对于这个人类 对于生命 它的有效性 那么啊 我现在要说呢 就是 接下来我要介绍 我们的中医药致词点 作为国家参考图书馆 它的参考工具书 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好的参考书 你就没法去理解 一些东西 为什么 中医学呢 不同于现代医学 它是一个独特的医学体系 它的心肝肺 肾 比如肾衰 我们的肾虚啊 肾什么 它不是这个西医 真的那个肯定 那个部位 它这个概念 它有要通过 致词点来去理解 所以说呢 我们收藏 刚才很多人就看到 中药大词点 看到吗 中医大词点 中医大词点是 227位著名专家 分工协作 历史20年 分这个 他获得中国科技进步 三等奖 获奖可不中医了 几十年来平均一次 中医完了 中药 中药我今天有带来 在这边 中药 先后获得国家科学大会成果奖 首届中国词书奖 从初稿到出版历史22年 然后养生 现在大家都谈养生 这个养生呢 是科技部的 它是三十多位分工 历史三年编程 它系统的全面的整理了 就是说 把这个养生的内容 全部解释了一遍 方济 历代中医药著作中的方济 进行整理研究 编写的 大型工具书 还有这个 制定书语翻译的标准 standard要定 中医基本书语 中英对到国际标准制定完成 完成了以后 就出版了这本书 这本书分成五大门类 分成这五类 你别看这本书啊 这个可是国家中医药局 做的研究标准化以后 这么多 术语 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是中医学基础理论 他把这部皇帝内经 历史二十余年写成 这个大词典 你如果 学中医药的人呢 就是传承 传承中医药三大宝 你知道什么叫三大宝 浩瀚的典籍 明老中医的经验 民间各地的秘方 那么皇帝内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籍 那么多的年 几千年的这个东西 怎么去理解啊 你就来查我们的词典好不好 涵盖中药学的几乎全部内容的中华本草 明清时代 时期呢 是中医的鼎盛时期 那么三十个明清医学专家 这个李时珍 张景月都听说过吧 他这个鼎盛时期的全部的套书 三十套 刚才说了 新加坡走进主流医院的中医药是什么 是针灸 对不对 目前只有针灸走进去 而且针灸确实呢 对于很多的疾病啊 中风行 这个特别有效 这个 所以呢 很多汉阴对照 你看看 都是跟针灸学有关 人体穴位 看吗 针刺 汉阴对照 汉阴对照 针灸组合 看到吗 我们有一次在酒楼 我们的酒楼 那个医药保健馆上 我在那边晃悠晃悠的 有一个人 说找东西 我说你找什么 我找那个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因为它没有全部放在一起 你要自己看 没本查 我们确实有 有不少 像这个 刚才说的 浩瀚的典籍 这种伤寒论 这些 都是 你看已经 新出的 已经有中英对照了 看到汉阴对照 汉阴对照 对不对 特别适合新加坡人 去学 中国十多所 中医院校 用的教材 这是中医理论 刚才说 传承中医药 三大宝 这个是邓铁涛 说的 不是我说的 其中第二点 第二个宝 就是老中医的经验 邓铁涛 医学文集 名师与高徒 学术论坛 到了广州 他们卖 邓老 凉茶 是不是 北京的 首都医科大学的 明老中医的 刚才我说了那么多 我们的 我们的医药保健 是叫医医药保健 但不是完全的中医药 我们还有一些 现代医学的书 我今天没有时间 但是呢 我一定要讲一下 这本 就是说 新加坡现在 面临了老龄化 对不对 大家是逐渐的变老 这个是2017年的 联合早报社论 说新加坡当中 65岁以上 有四 几乎是50万了 到了2030年 还剩多少年 12年 对不对 已经要快到 100万 90万了 深入检出的 把国际最新的 这个领域的知识 他是中港台 3D的专家 借鉴最先进的 出了这个四本书 大家学护理的 来看一下 我今天有带来的几本 这个四本的 是最先进的 有日常生活活动 常见疾病的 然后住院护理的 这些最新的仪器 设备都讲了 最后呢 第三部分 讲糖尿病 这个讲糖尿病呢 真的是很 我觉得很辛苦 这个糖尿病 我既不是中医师 也不是医生 这个讲糖尿病 就折磨了我半天 到底讲什么 所以大家 如果认为能有收获的话 那我就是非常高兴了 来糖尿病 新加坡的糖尿病 有多严重 2016年卫生部 就开始喊了 说全国成立工作组 第一次以政府整体行动 针对一种慢性病 来对抗糖尿病 这是2016年 大家看报纸 天天有这个新闻 到了2016年 还是没有什么作用 到了2017年 你看看 总理要上来讲了 在群众大会上 他说 现在每九个人中 就有一个患糖尿病 他在60岁以上的 国人当中 每十个人 就有三个人 就几乎是很多报纸 就说三分之一 总理还说 糖尿病一旦失控 就会有并发症 比如说 失明 心脏 肾衰竭 还有节肢 一共1200个 你看 你看这个是早报的新闻 40万现在患有糖尿病 平均每天四人 节肢 世界卫生组织 2016年死亡 前两名 心脏病跟中风 这个就是 新加坡也是 这个心脏病 大血管堵住 中风 脑中风 脑血管堵住 医生怎么说 本地的肾衰竭 60%的人是糖尿病 看到吗 这么严重 然后 并发症 脑血管病变 心血管病变 这个是一本书里头的 肾血管病变 神经系统 眼睛 眼睛是微血管 眼睛看不见 总理怎么说呢 不是我说的 他说 在听了 他国庆群众大会之前 是不是先有个 国庆县词写发表 对吧 然后呢 他说 很多人在听了 我的国庆县词以后 感到有点纳闷 什么纳闷呢 很多人不把 糖尿病当一回事 今天才变成 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看 这他底下的字 我给他放大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社论 社论怎么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一份调查指出 糖尿病在2010年 对新加坡造成 10亿元的损失 在2050年 我不知道还能活到 2050年吗 激增到 25亿 为什么 这个医疗开始 为什么 那时候有一百万个 糖尿病病人 你看他又提到 这个节肢 每天 他说 全球之冠 全球第一 患上糖尿病 谁痛苦 你家人 国家 对不对 你痛苦吗 每次要洗身 要吃药了 那么怎么办呢 有个好办法 中国工程医院是 中国预防科学 他有很多投选了 预防医学会会长 他说呢 要提高健康素养 要学习 主动学习健康的理念 知识和技能 大众医学 是中国最久的杂志 1948年创立的 里面的文章 都是专家名医写的 这个夏宏丁啊 你知道 糖尿病的人都知道 不过他刚刚去世 他是协和医院 糖尿病中心主任 他是协和医科大学的教授 致力与糖尿病 教育工作40年 他出的书都获 全国优秀科普奖 他说要多懂点 糖尿病知识 第一要点要多懂一点 为什么多懂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不能够分辨 各种信息的真谓 现在全球都在 打击假新闻 对吧 Fight News 对不对 假消息了 那新加坡你以为没有 你看新加坡 中国哈 根据中国统计 2017年谣言中 健康与养生的谣言 几乎是事实啊 为什么呢 因为是谣言的重灾区 这是利用大家 大家对健康的渴望 对医药知识的不了解 很多说 你吃这个 可以治糖尿病 吃那个 可以治糖尿病 结果呢 你就不吃药 不吃药怎么办呢 你看看 新加坡联合早报 糖尿病 这个对 2500个新病人 国立健保集团 NHG Group 对2500名 糖尿病人调查 发现三分之一 不按时吃药 偏好食疗和 漫无扩大的保健品 保健品就是 它的功效 一直在说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尤其 你看这里都有年轻人 你要看的 最意外的是 三分之一 有这种心态的 其实是年轻人 尤其还受过大学教育 所以跟中国一样 这个医药 健康养生 我们的社交媒体 用的WeChat 还是WhatsApp 每天传给你消息 这个可以治癌症 那个可以治糖尿病 都错的 怎么办呢 读书 学健康知识 明明白白看糖尿病 不该只有医生知道的 必须说的糖尿病 为什么要培养健康素养 像鸿丁写了一本书 糖尿病300个怎么办 普及糖尿病知识 减少人们因为对糖尿病的无知 所付出的代价 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对抗糖尿病 为什么对这个无知付出的代价 因为当并发症 已经发生的时候 你的眼睛 还是你的肾脏 已经开始洗肾的时候 这个不可逆转的 你懂吗 刚才我还问了 就这个杂志 我们的健康No.1 这个杂志 新加坡的 是最 这个是50个医生 就是联名 就是写文章 这个在我们九楼有这个 这位先生是谁 刚才我之前有介绍 新加坡国立大学 心脏科总主任 陈维钦医生 对不对 刚才有人知道 他是双语的 他一直在办医疗讲座 写文章 中文文章 期刊他也写 他说什么 与糖尿病作战 他说 75%的糖尿病 最终因为 大血管 堵塞了 在一诊断出 糖尿病患长中 55%的就 已经有并发症了 你说去糖尿病去 你看 你怎么搞的 你已经有冠心病了 已经引起了 叫什么 就是并发症了 不可以逆转的 但是不用怕 预防胜瘾治疗 对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 不必恐慌 积极配合医生 饮食控制 药物控制 香血糖控制 就是让他并发症 不要这么快发生 总理怎么说 我叫他叫 吉祥三宝 控制糖尿病的 改变生活方式 控制饮食 准时吃药 世界卫生组织 还加了一条 第四条叫什么 心理健康 很多人呢 不能处理好 这个压力 你知道吗 所以压力造成我们现在呢 就是不健康的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精神因素 那么 徐方达以前是 卫生部 现在改成教育部了 他呼吁 他以前在这个 中医学院毕业典礼 去年 他说 我们要对糖尿病宣传 就是要不同的解决办法 不管中医 还是西医 很现实吧 很实际吧 就好像邓小斌的 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 他就是不要争论 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实践 看实践 所以你不管中医 还是西医 只要能治病 都是好医 所以我们也有 糖尿病 中西医 诊治学 被中央保健 会诊专家 给那些中央 看病的 这个作者 旅人和 中老年 这个书都有 最后呢 除了组织资料呢 刚才呢 我们的华文读者说 他们没有听说过 数据库 对不对 大家举一下手 谁没有用过 数据库的 中文 你看 还有人可能 不好意思举手 中国 中文数据库 三大马车 三驾马车 微普 CNKIA 你们叫织网 还有万芳 大家仔细看一下 学科分类 我点击的是 医药卫生 看到吗 医药卫生 有中国医学 叫中医 你也可以 没关系 它就包括这么多 你直接就search 就行了 就检索 它是可以检索的 当你想知道 中医学 包括一百二十一种杂志 医疗保健 五十四种 预防科学 五官学 外科西医药 你不要管它这么多 你直接search 我search了以后 就发现 中医糖尿病健康教育 对二型糖尿病患者控制 他有个调查 近二十年 糖尿病 针灸治疗 处方特点分析 很多的研究报告 在里头 这么容易 直接一查 检索就行了 这个是专业的 优秀的期刊 就等着你们去用 最后呢 我结束呢 结束以送给大家 就是健康 不是一切 但是没有健康 就没有一切 怎么办呢 到国家图书馆 医药保健 专题资料 接下来是提问 请问本草刚目 有没有彩色的 那个照片 有有有 今天没有全部拿来 有 只要有出版的 我们都有 是哪一个出版社的 这个要去查一下 我们那个数目 可以检查 去酒楼看一下 医药保健 本草刚目有 它是属于点击的 谢谢高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好的一个讲座 然后我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的 那几本书 就是新编 汉英中医药词典 这些我们可不可以借的 我解释一下呢 我们叫李光潜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下面只有一个图书馆 叫李光潜参考图书馆 它的原名叫 国家参考图书馆 所以呢 我们李光潜参考图书馆的书 只是参考用 不可以外借 你可以喜欢福音几页 还是 那本书是非常好的 好 谢谢 大家畅所欲言了 有什么问题 再一次感谢 予以年纪的关系 刚才你讲了 细收到一半 请你再重复 就是怎么样上网 去找这些资料 你刚刚讲了 那数据库 再解释一次 或者再怎么 复试一次 感谢你 当你来到图书馆 不管是七楼 八楼 九楼 十一楼 全部是开放的 走进去 去问柜台 哪个是多媒体电脑 很多人就能看到 在那边 很多人 老年人 老年人 是免费的 一个小时吧 应该 现在呢 不是老年人 没关系 半个小时 我都跟你说了 半个小时以后怎么办 你们自己决定了 就是去那边 如果你不懂 就柜台的管员教你 我们只有一个 中国的中文数据库 叫 你就问管员 万方数据 我就检索 如果把它 可以把它下载吗 不可以下载 否则印出来 现在我们是 centralized的数据库 你下载的话 它不可以叫你 插那个tom drive 因为联网的 怕病毒 所以呢 就是可以打印了 以前呢 我记得 可以存在那个 desktop里面 在email给你自己 现在它经常换 可能打印可以了 也是欢迎大家 多使用呢 就是我们的 数据库资源 现在呢 已经是 它的大取势呢 就是从 纸质的馆藏呢 走向数据的馆藏 那么大家呢 就是说 很少来图书馆读书 那 在读什么呢 在读微信 在读微切的 其实你读了很多谣言 你刚才说上 还是到图书馆来读 我们的专业书 还有问题吗 刚才说的 newspaper SG 你可以在 Google底下 看一下 他说 有些年代 就是说 你必须到图书馆来 你就记下来 然后到我们的 多媒体电脑 就可以免费地读 大家对数据库 很感兴趣 对我们这些参考书 都是可以复印的 我们一周开七天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 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在这个 今天老天帮忙 没有下雨 我一直在担心 如果每天 按照这样下雨的话 怎么办 今天是艳阳高照 大家真的是可以安心地回家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也可以写一下感兴趣 我们以后中文讲座 什么题目都可以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 我们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还有什么 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就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资料 如果可能说 有些来宾比较害羞的话 可能待会可以私底下 就来问我们高小孩女士 然后呢 就 再问最后一次 还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就感谢各位 参加我们今晚的讲座呢